我們看看這題目 是用k值的範圍 討論這方式16-k分之x平方 加9-k分之y平方等於1 的圖形形狀 第一小題k是小於9 第二小題k是大於9小於16 那麼要證明這1、2兩種情形 這個追線呢都與橢圓 方式為16分之x平方 加9分之y平方等於1 共交點 首先我們看第一小題 k小於9 那麼這時候k小於9的話呢 16-k這是正數 9-k這也是正數 那我們直接令 這a平方這等於16-k b平方這等於9-k 所以這時候我們這方式可以寫的是 這是a平方分之x平方 然後加上 這是b平方分之y平方 再等於1 因此呢 這圖形為於橢圓 我們把它寫下來 好 那麼這時候 這c平方這等於a平方-b平方 那麼這等於 這是用16-k 去減掉 這是9-k 那我們算出 這是等於7 因此呢 這c 是等於 更號7 那麼c等於更號7 我們由方式這個形式得知 這是左右形的橢圓 那中心坐標 是00 所以呢 我們往左往右 更號7個單位 可以求出 這兩交點的坐標 那我們算出 這兩交點坐標為 這是正負更號7 然後這0 這個答案 好 那麼 這橢圓 這時候 a平方是16 b平方是9 所以呢 c平方 是16-9 那麼這等於7 跟這一樣 所以c會是更號7 那麼 這也是 左右形的橢圓 所以呢 我們由中心 坐標是00 一樣 往左往右 更號7個單位 那麼我們可以求出 這兩交點 一樣是 坐標是正負更號7 0 這個答案 因此呢 第一小題的這個情形 這追線 是一個橢圓 然後跟這橢圓呢 是共交點 接著我們看第二小題 那麼我們先清除一下畫面 第二小題 這k大於9 小於16 那麼這時候 k大於9 小於16 那麼就代表 這16-k呢 是大於0的 那麼 這9-k 是小於0的 那麼我們讓它是 這k-9 大於0 所以呢 我們這裡 可以提出負號 那麼把它寫的是 這是16-k 分之x平方 然後正負得負 這裡改成減的 然後這裡改成是 k-9 分之y平方 這等於1 因此呢 因此呢 我們在這裡 另這 a平方 是等於16-k b平方 是等於 k-9 那麼我們可以把它寫成是 這是 a平方 分之x平方 然後減掉 這是b平方 分之y平方 這等於1 因此呢 這圖形 是一個 雙曲線 我們把它寫下來 那麼這時候我們由 a平方 是等於16-k b平方 是等於k-9 我們可以求 這c平方 那麼 雙曲線裡面 c平方 是等於 a平方 加b平方 所以呢 這等於 16-k 去加上 k-9 那麼 這k消掉了 我們得到 16-9 我們算出 這等於7 因此呢 這c 是等於 7 那麼 我們由這形式得知 這是 左右形的雙曲線 然後中心坐標是00 因此呢 這雙曲線的兩焦點為 我們由中心 往左往右 各更號7的單位 那麼 我們可以算出 這兩焦點坐標為 正負 更號7 0 這個答案 那麼 那麼 第一小題 這椭圓的兩焦點 也是正負更號7 0 這是一樣的 所以呢 我們就得到 這個證明